落马打造5.8代机 F35开启第二人声 将使用6代机技术进行升级 在NGAD项目中 波音F47赢得竞标 落马虽然已经落马 但并没有放弃 而是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落马首席执行官吉姆泰克·莱特表示 计划将NGAD计划中研制的6代机技术 整合至现有的F35中 可以使用50%的成本 达到6代机80%的性能 将F35提升至5.8代机 并称其为NSCR升级 问题来了 落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F35能否成功升级为5.8代机呢 美国空军的NGAD项目 属于未来几十年内 美国军工最大的几块蛋糕之一 而落马是美国 唯一拥有研发隐身战机经验的企业 对竞标极有信心 只可惜 3月21日克朗普宣布竞标结果 波音F47打败洛马 成为最终的胜者 洛马只能看着大蛋糕被波音拿走 连盘子都没胜 虽然美国海军那边 也有个6代舰载战斗机项目 FAXX 但落马早就已经爆冷出局 竞标者仅剩波音和诺格 波音已经拿下NGAD项目 FAXX大概会由诺格赢得竞标 等于说 在6代机项目中 洛马仅仅是在里面逛了一圈就回来 什么都没有捞到 按照落马的技术储备与优势 最终却是这个结果 火力军很意外 如果说这不是可以针对 很难使人信服 不过落马公司并没有像往常那样 拿起法律的武器保卫自己 而是选择战略收缩 吉姆泰克莱特更是表示 不会对美国政府将NGAD合约授予波音 而提出抗议 这点火力军也理解 落马旗下的产品并不是只有留待机 还有导弹 无人机 指挥系统等产品 必须与美国国防部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当然 这并不代表落马已经任命 在NGAD项目中 落马积累了不少技术 改改还能用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 落马的想法是 既然你不选择我 那我就自己整出一个5.8代机出来 等到波音出现问题后 就直接取而代之 根据战区的报道 泰克莱特在公司财政报告会议上宣称 会将NGAD竞标期间所开发的新技术 融入到现有F35和F2中 使得F35能以F47战机50%的价格 实现其80%的性能 并称其为NAS-CER升级 目前已经将部分技术 纳入F35 Block 4版本中 NAS-CER升级的研究重点 包含人机协同作战 多余感知 分布史杀商链 AI数位工程与模拟 模块化与开发架构等 也就是解决有人战机与无人机如何分工 摆脱中央指挥的多点协同攻击 开放式系统则有利于整合技术 并投入新材料以加强隐身能力 按照泰克莱特的说法 F35升级为5.8代机 首先就是提升雷达性能与隐身能力 在实际作战时 做到先敌发现 先敌发射 并采用新武器 能在更远的距离上击落敌方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使盟国在不拥有NGAD的情况下 参与未来空战 就火力军来说 落马这是在玩先机 从目的来看 将F35升级为5.8代机 可以为盟国提供一种价格学会 战地却接近6代机的选择 往深处挖掘 这就是在压缩波音F47的外销空间 强行在6代机项目中分一倍更 美国空军这边 F35还有可能取代F47的位置 如果波音出现延期 预算变高的问题 经过升级的F35也可以无缝衔接 从而替代F47 当然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落马能以F47战机50%的成本 让F35获得6代机80%的性能 这点能否实现 在聊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知道F47的性能 当然具体细节方面 美国依旧没有透露 但根据已经流出的信息来看 相比较F35和F22 F47拥有更长的航程 更先进的隐身能力 更好的可持续性和可维护性 也能作为有人驾驶平台 与无人机协作作战 基本是空话 不过也有军事专家分析 相比较五代机 F47的技术特征 包括全向宽带隐身 远航九行 电力热一体化综合管理 模块化 全向宽带隐身 主要依赖智能蒙皮技术 使战机的表面材料 根据环境调整电磁反射特性 从而减少被探测到的可能性 大概就相当于变色龙 不过一个是欺骗雷达 一个是改变目视效果 远航九行也就是提升航程 即使在同等尺寸下 作战半径和持续时间 要提高20% 这点属于标配 电力方面则需要允许电功率 提高到500千瓦或更高 更强的雷达AI都意味着 更高的电力消耗 模块化开放系统 也就意味着随时换装 满足标准的软硬件模块 达到敏捷事变 竞争则优 机载系统不再存在不变的供应商 5.8代的F35也将实现这一点 在落马的财政报告会议上 机高曾频繁提到了一个概念 底盘 也就是说 会将F35平台化 就像组装电脑一样 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 选择不同配件 只要机箱能装下就好 放在F35上也是如此 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 选择不同的传感器套件 如果该构想成功落地 美军就能对现役的F35 进行阶段性的升级 来保持技术代差 而不是直接换装F47 对于这点 泰克莱特也十分自信 表示落马有7万名工程师 正在攻关 某些机密组件 已经获得军方投资 那么F35想要升级到以上性能 应该怎么做 又有哪些难题呢 在F35的升级中 落马并没有透露具体细节 仅表示美国政府 已经开始投资F35的升级 但具体在哪方面进行升级 也很好猜测 动力系统与雷达部分技术 大概已经融入Vlog4版本 首先就是动力系统 想要在体型没有发生 太大改变的情况下 大幅度增加射程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发动机 目前普惠公司就正在对F35发动机进行升级 升级计划已经通过设计审查 预计升级后发动机将在2029年之前投入使用 特例增加10% 燃油效率也有所提升 动力提升重量也有所降低 对成立较小的舱盖框架 起落架舱门等部件 改用太理金属 机复合材料3D打印 实现减重15% 并提升结构寿命 其次 传感器与航电系统 F35Blog4最关键的 而是加强了与其他战术系统的联网能力 实现远程杀伤网 这句话就意味着F35 可以将分散的操作人员集合在一块 而且可以覆盖多个作战领域 并不是说只能集合空中战机 分布式作战 就是不同来源的传感器 把收集的信息传给战机 然后战机把数据传输给远程打击武器 这就讲究快 这两个步骤几秒内就要确认 这就需要F35的计算机更强 必须对核心处理器 储存单元和全景驾驶舱显示系统进行改造 于是落马就搞出了一个TR3出来 可以提高显示器 内存和计算机处理能力 使战斗机能够储存和处理更多数据 并运行先进的软件 大幅度增强F35的兼容能力 比如新的传感器 携带更多远程精确武器 更强大的数据融合 与其他平台的互操作性 以及先进的电子颤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六代机的能力 除了这些 软件与架构也要进行改造 比如移植开放式任务系统 重构F35的ICP综合核心处理器 采用模块化硬件架构 允许第三方算法通过安全容器 直接介入作战管理系统 使得软件升级周期 从18个月直接缩短至72小时 在隐身方面也要进行升级 即使不能用多频谱隐身技术 也要增强局部隐身 在机翼脚链 武器舱缝隙等雷达反射重点区域 覆盖六代机研发的 等离子体隐身薄膜 F35经过升级后 成为5.8代机 作战定位也有所调整 不再是传统的公优平台 而是转型为中程料机 指挥节点 想要实现以上这些功能 有一定的难度 但问题并不大 通过分阶段技术注入 F35可以在2030年前 形成准六代作战能力 明面上说 这是为F47当备胎 提供过度支撑 但背地里有什么目的 谁能知道 不过想要开启F35的第二人声 也有一些问题很难解决 比如电力消耗 F35升级至Block 4版本后 其电子战需求增加 搭载了性能更为强劲的处理器 因此需要更强的电力支持 升级为5.8代机 这个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F35升级后 探测距离更远 分辨率更高 需要通过搭载 更先进的相控阵雷达 甚至光电雷达 如果有需要 还要配备全向红外探测系统 以实现360度态势感知 这些设备需要稳定的高功率支持 尤其是长时间运行 和高强度扫描时 电力不足将直接削弱 其探测能力 机载计算机与人工智能 也是耗电大户 这就要求F35重构发电能力 针对现有电力系统瓶颈 接近六代机兆瓦机发电标准 可在机辅加装 独立涡轮发电机模块 或通过发动机附件 传动箱集成辅助电源 使供电能力 提升至现有水平的300% 也可以开发智能配电管理系统 根据任务阶段 比如超音速巡航 电子对抗 自动调节各自系统功耗 当然冷却能力也要进一步升级 从而应对升级后 电子设备产生的更多热量 此外在基础设计方面 F35也面临一定的问题 洛马的想法 就是将F35看作一个机箱 通过更换底面的配件 来提升性能 这也就意味着 即使是经过升级的F35 也依旧会保留单发 垂尾等五代机特征 隐身方面还有得改 蒙皮 材料才是决定性因素 但气动就不好说了 F35的气动性能侧重多用途作战 能否承载六代机级别的 高超音速武器 以及激光武器也是未知数 其F135发动机的推力 虽然很大 但无法支持超音速巡航 更换新发动机之后 效果应该有一定的提升 但不会好到哪去 而F47目标速度为2.2马赫 F35发动机如果不进行大升级 恐怕无法达到 F47战机80%的性能 更主要的是成本 洛马承诺只有F47战机 50%的成本 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兼容 现有维护体系 保留80%现有地面保障设备接口 防止后勤电条断电 在有一定前提的情况下 对F35进行修改 难度进一步提升 就看洛马后续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了 总的来说 洛马的F35升级宣言 不仅是技术路线调整 而是一场针对F47的阳谋 如果洛马提出的目的真的可行 只需F47战机一半的价格 就能让一架F35 拥有6代机80%的战力 那依靠当前F35成熟产能与数量 F47还有什么存在必要呢 就单单外销来看 F47就一定拼不过 成为5.8代机的F35 美国内部这边结果也不好说 对于五角大楼而言 自然很恶意 看见这种双雄竞竹的场景 既能维持技术路线多样性 也能借助厂商的竞争 压低采购成本 而波音因为技术能力 品控管理等问题 F47项目大概会延期 如果再出现预算超值的问题 很可能就会被砍掉 从而启用落马的备用方案 特朗普上任后 强调的就是低成本高效能 落马这种半价模式 很符合其喜好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5.8代机的F35 可以取代F47的地位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